太极拳不仅移情养性还能够健身强体 一直以来都吸引着各国的爱好者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来到中国陈家沟 追寻太极根源 在很大的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 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河南省温县的陈家沟是太极拳的发源地 每年这里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太极拳爱好者 前来交流学习 我是来自新加坡 我今年52岁 我练了太极拳大概有9年了 自从我接触了太极拳 我就很喜欢 所以我就来了寻根 来到陈家沟学了太极拳 每年学生的流动量大概在2500人左右 这些学生有来自全国各地 也有来自世界各个国家 大概有30个国家以上 太极运动的活跃 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 酒店业等其他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 陈家沟现在已经被评为中国4A级景区 当地政府已经投资2亿人民币修建太极电和博物馆 让游客更多地了解太极文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